字幕志愿者 杨戬正ili 杨战书 班纸聕手上进天良 剥血压炸 火雀夭炸 人神共犯 黑心戚烈 叛得无厌 断生同盟 欺压老公 对不起国难当头那两个 你拿高一点还有两个 今天是全国工业总会在这边 举办全国工业领袖会议 但我们在场也非常多的劳工领袖 我们劳工领袖要见院长一面 容易不容易 我们基层劳工要见院长一面 难不难 但是我们工业领袖可以在福华大饭店 院长排了行程 下午三点 不管气暴 不管烟水 不管空难 不管死了多少人 总之今天他要跟工业总会的这些领袖们吃饭 所以我们今天 他们资本家跟官员一起过好日子 我们呢 劳工 若是劳工迫不得已 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鬼 也就是我们的好兄弟们一起过日子 因为我们发现缴税给政府 还不如烧钱给好兄弟 对不对 对 对 工长今年2014年提出的政策白皮书 给政府的建言 白皮书里面 能源 税改 两二经贸 国际贸易 减税 样样 资本家都要政府 多给一点 大家都 他们都希望要解除管制 然后在劳资关系人力政策这一章 更是明明白白的举出多项 资本家认为政府对他们不够好的 包括他们希望派遣能够提高 最好不限制 外劳人数也不要限制 周下日不要实施 如果实施 他们就希望还有变形工时 让他们可以减负加班费 还有包含到 比如说老保 老保年纪的问题吵了这么多年 但是雇主团体现在具体要求 他们的雇主负担 要降到五成以下 要政府跟老百姓多出一点钱 老板就少出一点 常不照保险 雇主方也不愿意负担 其他包含 限制工会罢工权 限制工会承煮权等等 公总对于台湾劳工的处境 白皮书里 通篇没有提到一次 如何提供薪资 如何帮劳工加薪 通篇没有提到 基本工资应该要预提高 但是通篇写的 都是怎么样压榨老公 这是他们的白皮书建言 最后的结论写着 资本家非常弱势 部主没有听到资本家的声音 希望政府请听 所以今天院长就要来 请听他们的声音 但是请问我们所有的老婆朋友们 这些诉求你们接受吧 公总这一本白皮书 是不是满指楼的人 是 所以今天我们要控诉公总 这一类的诉求 居然唐二皇之每年提出来 而且居然还认为 这是他们太弱势 今天是这样子 因为今天里面警察防守得非常严 他大概各个楼层都有 部署警地在那边 然后我们分散在各个角落 但是我们每个人 大概都被盯上了 所以其实是躲无可躲 无处可以躲 所以后来我跟我的同伴 我们就干脆就亮开来说 好我们就是要来赌江一花 所以我们就问警察说 他要来了吗 警察也跟我们讲说 他们知道 所以我们大概就算定了 如果我们观察那个地形 他大概是会从后门进来 因为那里警力部署的最多 所以后来我们就干脆 站到后面的那个通道 他一定会经过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站在那边 直直的等在那边 等他进来 所以等江一花的车进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江一花 原来看到他开了车门 我们就开始喊 那今天警察没有立即把我们拖走 他就把我们隔开 躲在那个外围边 那我们大声喊 然后我们口袋里都塞着那个甲钞 名指的甲钞 所以江一花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边喊 我们就边撒那个甲钞 把它丢出去喊 然后我们就大声喊 那个垃圾政府独立财团 所以我们一直喊 然后最后警察 然后我们 我跟我那同伴在后面喊的时候 前面就有另外一个人 是起棚 他就也一起喊 但是他被警察就拖着往我们的方向来 然后最后 最后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人 一起被警察围组的 他们两个被拖到 年纪比较大 警察怕我把他拖了 把他拖了 拖了骨头都破了 都断掉了 所以他把他一直推一直推 所以我们三个最后是被推到后门去 然后我们出去之后 就立刻来了大概二十个人的警力吧 就立刻把后门也围组起来 然后我们再进去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其他的同伴在什么地方 他今天其实会场整个是在B2 在B2 但是浮华的 浮华的整个通道 没有办法直接到B2去 一定要经过一楼的那个大厅的旋转楼梯下去 所以是从一楼的旋转楼梯到B1的旋转楼梯 再到B2去 所以其实今天很难真正冲进会场 我不想像我们还有没有埋伏在里面 那如果有的话 还有吗 有 太好了 最好有人埋伏在里面还能冲进会场 那我们刚刚大概就只是 还有多少 我们刚刚大概就是真正读到家里话 然后查了他一些名字 大概就这样